总换心情来关心一文消息 野菜教母吴雪月继新野菜主义书本推出之后 26号的下午在花莲市上之路野菜学校 透过了圆明会以及花莲县政府的协助之下 发行野菜主义英语版 希望喜爱原住民美食的国外朋友 都能够了解台湾的原住民野菜文化 作者吴雪月是典型的阿美族女性 不是优雅与幽默的个性 让现场参与的来宾充分感受到了 她对于野菜食谱的热情 她也指出原住民的野菜文化 在推广上所面临的断层问题 向下扎根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从小开始 我觉得有很多我们的吃的这些野菜 或者是民族植物 我觉得可以在学校种植生长 而且她有故事性 比如说黄藤 我们很爱吃藤心 那如果你种在学校 你可以告诉学生 黄藤早期是我们盖房子 一定要用到的食材 这个各族群都一样 以前没有铁钉 会把那个藤条 切皮切片 拿来绑东西 所以这个是早期盖房子 非常重要的食材 只不过后来因为大家的房子变成干净水泥了之后 当然自然而然 大家也可以吃了 以前是舍不得吃的 吴雪月拥有原住民族 阿美族不论妇女特有的耐力 25年前不小心踏入了野菜世界 透过采集 田调与访谈 整理成策 是台湾野菜植物重要的工具书之一 跨联原住民行政处长陈建春表示 这一本英文版的台湾新野菜族裔 能够让野菜文化 扩及到的层面更加国际性 原住民植物生物多样性 经由饮食文化 让全台湾乃至于全世界 认识到我们台湾原住民知识体系 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个饮食文化 跟植物生态系整个的平衡 有非常好的知识系统 为了能够让全世界 经由这个阿美族英文 能够来认识我们原住民的野菜文化 我们要非常感谢中央人民会 在这本书的编印上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台湾新野菜族裔 继十八刷后 双语版新书问世 在这个时代 能够让我们知道原住民族野菜 如何采集 照顾烹饪等等的知识 让原住民族继续保有 与大自然相处 以及应用大自然多元知识的能力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大自然多元知识